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刚拍完两个视频 我见效率实在太高了 然后刚刚给自己做了点饭 简单的吃一下 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一个午餐肉炒白菜 脆 今日份的简单一人食午餐 嗨 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早餐是 碳水盛宴 这些是刚刚在烤箱里面加热过的 昨天就买好了的 我一个人肯定吃不了这么多的 还有一个人在 好脆 喝的是菊勒奶 四川的小伙伴应该都喝过 老成都味道 他们家就是改包装了 以前一直是粉色嘛 现在多了两个新口 一个是樱花白桃 一个是我喝的葡萄味 还是那股酸酸甜甜味道 好香 这面包应该一看就知道是哪家的吧 还有一个麻薯就不用加热了 吃完咸的再吃个甜的 蛋塔 蛋塔这种小点就是 复热之后跟它刚烤出来 真的一模一样 哇 太脆脆了 但是我最近发现 外面能买到的好吃的蛋塔 程度啊 苏翔鸡 他们家蛋塔太好吃了 你知道吗 它的那个蛋塔叶 它烤完之后 大家不是都会这种塌掉吗 但它那个蛋塔叶 刚烤出来可能半个小时之内都是这种特别厚 然后可以拱起来的这种效果 然后里面的汁特别多 我们现在在看胡猪夫人 看蛋塔烤过之后有多油 好多油猪 嗨姐妹们 今天我终于收到我的新手机了 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要换手机 之前我用的这部手机呢 已经用了整整两年 这部我买的内存是100多个G 第一年还好 尤其是第二年下半年的时候 它的内存严重不足 每次我打开通讯工具 或者要拍照要干嘛的 它就会提醒我 您的内存已不足 请先清理缓存 再进行使用 大家都知道火象星座比较新奇嘛 那个时候我都特别想把手机给砸了 这个月是12月 是我们射手做的生日月 我就趁此机会给自己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内存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换手机的 因为它的性能啊 各方面已经足够我使用了 而且我本人不是一个对电子产品 非常痴迷的人 我不是那种一定要用新产品 我一直在用的这个iPad 就是2017年购入的 它的这个型号是10.5英寸的iPad Pro 后面贴的这个膜也是刚买了 就贴上的 小伙伴问这个链接 然后我去看它那个原链接已经下架了 所以问我的小伙伴 我就没有给你们贴链接 然后我用这个iPad配的笔呢 也是Apple Pencil的第一代 这次我选择的这个外壳是远风蓝 其实我对颜色没有什么要求 我之前已经用过白色银色黑色这些 我这次呢就换了一个这个远风蓝的 然后它边框是长这样的 金属的 这个手机还没到 我就先买了一个手机壳 都已经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透明的壳 然后上面有一个绿色的气囊支架 是一朵小花的造型 然后它是有配一根这样子的珠子的链子 然后我平时挺喜欢用这种斜胯的链子 这样就不容易丢 然后它也可以把这个链子取了使用 如果你在外不太方便 没拿包啊什么的 你就可以把链子取掉 直接用这个壳 但是啊 这个壳我真心觉得就单看非常好看 但是装上我这个手机之后就 嗯 好像就变一般了 事实证明这个蓝色外观的手机还挺挑壳的 反正跟这个不搭 早上好 姐妹们 今天早上准备吃这个 昨天就买好的碱水包 这个是奥尔良鸡肉 然后上面有芝士 加热一下更好吃 我们加热一下 这个里面的芝士都流出来了 哦 里面是鸡肉 它底下呢 刚刚加热了一下 变成有点硬的脆壳了 怎么样 大家喜欢吃碱水包吗 我还挺喜欢吃碱水包的 但是这个包的调味有点不是我的菜 再会吃完就去上班了 嗨 朋友们 我刚下班回家 我给你们好好吐槽一下 我今天穿这个过西袜 看我左边这条腿 它就很正常 是一个普通过西袜 但是 只要稍稍走两步路 它就会变成 这样 这啥 就大家买这种过西袜的时候 一定要选那种 标上有防滑条的 我这个就没有 虽然是前几年买的了 反正这次穿了 我估计就把它扔掉 太鸡肋了 刚刚回来的时候 又收到一个礼物 跟你们一起拆一下 这个是一个快充的充电宝 这充电宝真的颜值挺高的 而且它还是快充 就很方便 2万毫安 20个W 这个颜色真太美了 给大家看 跟我的美甲也很搭 真的好好看 这个平时就很方便 可以放包里 或者挂在手上 它还有一个很妙的点 就是 把这个充电的这一头 从这里拽出来 然后边充电的时候 你这个小拇指 可以这样挂着这个充电宝 大家在外面借的充电器 它就会挂在那个手机上 门机手机也不好拿 然后这个设计就比较好 这是我侄女送给我的 喜欢喜欢 它自己是有一个白色的 这个先开一下机 给大家看开机是这样的 今天准备来做一个小白菜煎饼 我买的是娃娃菜 粗一点的梗 就可以给它划拉两刀 那么多好 碎 大约 挖泡 香料 水 水 碎 哎呦喂累死我了跑的马不停蹄的 刚刚做好这个锅白菜呢就 收到那个闪送小哥的电话 我就下去拿闪送了 待会拆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尝尝今天的白菜煎饼好不好吃 蘸上我们的酸辣酱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放油 真的是放了最多的一次 果然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啊 真的要多油才好吃 裹着煎饼粉的外壳呢 是又糯又脆的 这口感好奇妙啊 这个娃娃菜呢吃起来还是挺鲜甜的 咀嚼起来就很多种复杂的口感在一起 有糯有脆 而且还是多种脆 煎饼的那个外壳脆和这个白菜的脆 为什么选娃娃菜呢 因为它越小呢越容易入口 而且蘸调料也挺方便的 我觉得不爱吃菜的小伙伴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终于想起来一个比较合适的比喻了 大家吃过茄子煎饼吗 感觉吃这个就像茄子煎饼和天妇罗的那种结合体 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在成都我没怎么煎过茄子煎饼 在广源呢像一些面馆 就专门会有这一道菜叫茄子表 就是拿类似的煎饼粉把那个茄子切成圆片 一个一个的裹满粉 然后下去煎炸 也是吃起来贼啦贼啦 香脆 我还想说一颗娃娃菜会不会有点少了 没想到 好管饱 现在就来一起拆一下 还有一层 这是红子送给我的电压力锅 太懂我了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电压力锅 因为我不太敢用高压锅 我觉得电压力锅会安全很多 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 适合我 真的太好看了 谢谢红子 我会用他好不好做菜的